基隆市长期照顾发展协会陈立昂理事长等人来到市政府拜会市长谢国良 市长谢国良也在社会处长杨玉新跟卫生局长张贤正的陪同下 与协会进行交流 包括增加长照服务空间 以及让有需要的民众能用得到长照资源 市府都正在积极盘点与推动 我们也有在思考有些学校可以拿一楼来使用 如果这些校舍有空间的时候 那我也会请社会处跟卫生局大家共同来努力 我们目前已经有在盘点 那我们也有请中央有过来协助 教育处跟社会处会来合作 盘点一些这些能使用的空间 但是有时候长辈比较能使用的空间 其实是在一楼 所以在这一点我们也会跟教育处大家多沟通 了解一下有没有更多的空间 尤其在一楼的部分 可以盘给更多的长辈来使用 这也许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阿公阿嬷等等 但是他们就是会有这样的需求 基隆市很多长辈也会有这样的需求 在我们基隆地区 长照的是能推估率有15000人 那这当中有8000多人 其实都是没有使用长照的 所以就代表这一群朋友们 其实他们是需要长照 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会用这个长照的资源 那因此我们最优先会在出院的时候 有这个出院准备 在这个环节我们努力来让已经到医疗机构了 那么他会知道说我要来用长照 那至少我要回家这个无障碍交通能够接送 然后接下来还有陪伴或者居家护理或者是送餐 或者是洗澡洗头等等的很多的生活照顾 也都能够使用我们政府提供的长照的资源 那这个是一个路径就是出院准备 我们要好好来帮助民众了解他有资源可以使用 另外一方面是身心障碍的朋友 在鉴定身心障碍的时候 我们也把长照的资源能够一起导入 让这些身心障碍朋友 他一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他马上就评估了 他是不是用这个长照的资源 那所以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 只要你身旁周遭家人需要长照 就记得打1966 会有人来专门的服务你 我觉得不管是跟协会这边的干部 或是跟那个处长这边都在市长的指示下 我觉得我们有达成一些初步的方向的共识 那就是我们会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 那在兼顾法规 但是又希望能够让整个这个产业能够活络 有比较好的服务的量 基隆长照发展协会表示 支持也肯定市府团队相当用心推动长照服务 市府也说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 提供需要长照的长辈 更友善温暖的服务与协助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